我和我小姑合力买了一套房 送给我妈妈 我妈妈立刻连发三朝朋友圈 每条都是九宫格 我闺女们给我买的房子 看着没 这大院子 这三层楼 我的妈呀 这房子居然有三个厕所 我尿急了都得考虑一下 去哪一个方便一点的 怎么样 观影也不差吧 朋友圈的各位 你们当儿子给你们买房了吗 他很快乐地 在每一条朋友圈下面 都提到了我家的个路亲戚 尤其是舅舅舅妈叔叔婶婶们 一个都没拉下 主打一个雨露均沾 我奶奶跟我妈妈同一天生的孩子 这在当年的农村 是要被大家指的挤蓝谷骂的 可我奶奶并不在意 我小姑生下来的时候应该是憋得气 脸污子的 据说我奶奶看了一眼 骂了一只丑东西 就把她扔到门口了 我妈刚生了我 正是母爱泛滥的时候 听到孩子的哭声 根本忍不住 抱进屋里就奶上了 我爸爸和爷爷听说孩子身亡 开着车就从工地往回赶 好巧不巧 就在离家不远的河谷里翻了车 双双送命 我大姑和我奶奶 冲进我妈呆的礼屋 抢过我和我小姑 大骂我们是扫把星 就是这辆的扫把星 咳死了俺爹和俺弟 就应该把他们成堂底 我妈妈是村里一等一的巧媳妇 手上胡不仅细致 力气也大 她虽在月子里 但并不很虚弱 她一把从我姑手里 抱回孩子安放好 回头就给了她一脚 正踹中她心窝 大姑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妈对着在一旁 还准备说话的奶奶 骂道滚出去 跟自己儿媳妇一起坐月子 还不够你丢人的 还跑到我这里来叫话 我妈跟我爸是新婚 正是秘里调油的时候 猪然失去丈夫 她其实很悲痛 但现实又不允许 她有半分软弱 她知道月子里哭对 眼睛不好 她是个裁缝 眼睛不好就完了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艰难地坐娃娃月子 虽然婆嫁不做人 但我妈在村里人员特别好 据我妈说 那段时间 总有很多婶子来家里帮忙 我大姑和我奶奶 逮的机会就找茬 最终我妈在床底下放把镰刀 才终于让这俩人消停了 但也没有消停很久 等她出了月子后 二伯带着我妈第一个上门 说这房子当时是他们出钱盖的 爷爷奶奶死后就得归他们 先我妈的铺盖就让她走 大伯带着大妈紧跟其后 好像生胖晚一不家 就被分完了 没他们的份了 他们说 家里的田按男丁分配的 我爸爸竟然死了 那这空出来的田地 自然应该由家里的其他男丁接受 我大姑是跳得最欢的 其实跟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她是农村中最典型的妇女代表 这是等我长大后 看到奶奶的赡养问题后 从中窥探出一二 我妈带着我从奶奶家出走的时候 只拎着一小包衣服 连水杯他们都不让拿走一个 邻居有看热闹的 有骂奶奶家不做人的 门口是围得水泄不通 我奶奶插起腰就骂到 光你们屁事啊 我看她懂小我重能耐 带着丫头骗子 能带脸啥 说完这句 她还把我小姑从床上 再一次扔出门外 米奶的孩子你带走 你要是不多管闲事 当初她冻死在门外不就行了 我可不养丫头骗子 赔本的买卖 我妈背着我只顾往前走 一次也没回头 直到我小姑躺在地上 发出尖锐的哭叫声 以及背后传来我奶奶的咒骂声 我妈再也忍不住 背着我都跑回去 抱着我小姑就走了 那包衣服都没能拎得走 娘家并不远 据我妈说 只需要走半个小时就能到 所以婆家那边有什么动静 娘家都是指导的 而我舅舅舅妈家的门是紧锁的 她在预示着 我们的到来是不被欢迎的 我外婆在家做不了主 她只会望着 我妈带回来的两个孩子 直叹气 我妈没办法 只能带着我俩 又回到婆家的村上 距离我奶奶家不远处 有一个泥巴房 是我爸当年为了太鱼堂 方便随手起的 本来我大姑还要来争议中 是村长出来主持正义这房的 全村都知道是小温男人盖的 先带她走了 留下多孤儿寡母的 你们再来争 就真的要遭报应的呀 于是我们一家三口 终于有了歇脚的地方 虽然破旧 但能挡一挡风雨 这家里的所有家具 都是我妈亲手做出来的 她的桥手上布满了老茧和山口 大袋就是靠着一股气 我妈带着我吼小姑 日子虽然过得清苦 但也算是有惊无险的 把我俩养大 上户口的时候 我妈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 就说我和我小姑 是一母同胞的姐妹 于是她拥有了两个 跟她姓的闺女 董玉清和董玉冰 我和玉冰姐姐 长到六岁的时候 才在大人们的风言风语中 听错出了这个故事的 大概面貌 但我们一个人 都不曾想要跟妈妈求证过 苦难不值得被记住 跨过她就可以 所以我跟姐姐格外懂事 六岁的时候 别家的孩子 还在享受父母的怀抱时 我和姐姐 已经会做各种各样的家事了 有时候奶奶看见了 还会让我和姐姐 去补补舒适家帮忙 说我们是一家人 一般这种时候 第二天 他们就会被我妈骂到头突 我妈这人 没什么特殊的报复技巧 但她会挑着粪 走到奶奶家门口时 故意崴一下脚 亦或者是 走到她家水田时 故意踩歪了河道 让水落了大半 后来我二妈 为了二胎拼儿子 难缠死在了家里 我出于好奇 在门口张望了两下 被我奶奶冲出来 打了一巴掌 你这些色把星 我说这些你二妈 怎么生不出来 原来是你在这顶着呢 我挨了坐回家 也没敢多说 顶得通红的巴掌印 那几天都绕着我妈走 生她被她瞧见 妈妈是能绕得过 毕竟她为了养活我俩 实在是太忙了 可天天等姐姐同吃同住 根本避无可避 她比我有胆 拉着我就冲到奶奶家 结果刚才骂两句 就见我阿布家那姐姐 哭得跑了出来 我奶奶拿着个铁锹 跟在她身后骂刀 哭哭哭 在家里哭什么 你妈就是被你哭眉的 告诉你 现在你有弟弟呢 别一天到晚在家哭丧啊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我阿妈虽然走了 可她生的那些小男孩 倒是粉雕欲灼的好看 连我妈走过 也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回来跟我俩说 孩子倒是长得好看 就是生在老娘家 算是倒了八辈子泄眉 没出两个月 我跟我姐上幼儿园回来后 看到我奶奶站在我家门口 旁边跟着的是 抱着弟弟的二姐姐 我姐就见我奶奶一笑美好脸色 她开了门把我俩的书包甩进去 拉着我就准备出去玩 我奶奶跟在一旁 妈妈咧咧到 妈妈妈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放学回来了 也不知道帮忙带带弟弟 我姐伶牙厉耻道 我又没有弟弟 为什么要带弟弟 去别人家当保姆 我可是要收费的 等过了一会 我俩回来准备做饭的时候 门口又多了一位 是村头的王大娘 出了名的媒婆子 村里的两条狗 她都能给凑一对 她先是逮着我姐问了两句 发现我解释 字头便不再同她交谈 转身又问我亲亲呢 你想不想我爸爸呀 我指着我家唐木的照片 我爸真挂在上面 莫名其妙道 我有爸爸呀 她笑咪咪道 不是这种的 是那种可以帮你妈妈干活 也能达到欺负你的人的爸爸 我又指了下 正在逃米的姐姐说不用了 我有姐姐了 她都可以的 各个击破小孩 没能成功 王大娘接着往我家跑了三天 愣是没能瞧见我妈 第一天去防训处 修理堤坝了 第二天去城里买布了 第三天去隔壁村上做馒头去了 第四天的时候 她一大早起来 将我妈直接堵在门口 王大娘这人不解爱作梅 嘴巴还特别大 我妈轻易也不想得罪她 可她耐着性地听我半天 也不知道对方要说点啥 直到我奶奶抱着我二婶 拼死生下来的弟弟处在门口时 她才动物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我妈把王大娘和我奶奶的祖宗十八代 翻来覆去地骂了得有一百遍 我姐紧急跟在后面学会了好多句 从此她就称妈笑远了 我妈嗓门又大 因为生气声音也比平时尖锐了几声 没笑一会功夫 村头到村尾都知道了 我奶奶打得如意算盘 二儿媳妇尸骨未寒呢 就张罗着把手寡的三儿媳 跟二儿子配对 就放在哪家不是一天的 村里的话传得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我二伯母的娘家 还来了狠狠吵立家 我二伯大概有一年 都没赶往我家门口过 当然 村里也没人担忆她讲媳妇了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 突然有一天 舅舅妈带着我的表哥表姐 来我家做客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自从几年前吃了闭门羹后 我妈再也没有去过 她不屑被人说她要打秋风 见到谁她都能拍的胸脯 说不就来孩子 我自己就能养得起 那天的饭菜并没有很丰盛 他们掐着饭点来的 我姐从菜园里 多拔了两颗青菜 说给舅舅舅妈加餐 他们竟也没多说什么 吃完饭 就叫表哥表姐带我们出去玩 我姐其实好糊弄的 她借着洗碗洗锅的油头 愣是一步 也没离开我们的泥巴房 在舅舅叔叔那句 不要脸的话之后 打那盆 洗碗水全泼在了 他们夫妻身上 拍了拍手 说自己手滑了 我妈一边忍笑 一边送走了 怒气冲天的舅舅舅妈 大大是我十岁那年 我跟姐姐在上三年级 有消息称 我们这儿要拆迁了 住在邻村的舅舅舅妈 已经听到风声了 他们这次来 就是为了说服我妈妈 让他们把户口签过来 小我 我听说一个人 投得有两万块钱 到时候我们都签过来 你看动部 一个人投是有两万块钱 但政府是不允许空挂户头的 每个人的名下 都得有平方数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都签过来 我妈妈就得把本就不富裕的 五十平的小房子 分割成七份 政府允不允许 这么做海两说 观战这平方 画到他们户头了 难道还能拿得回来 舅舅舅妈被撵走了 我外婆又来了 她寡母带大了 我妈和我就 能吃苦 骨子里却很懦弱 她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 但也是她的拥护者 可她不明白 作为两个女孩子的母亲 我的妈妈 要比她勇敢也透彻得多 她拒绝了我外婆 把户口签过来的要求 妈 您今天为谁而来 你我的心里都清楚明白 当初跟梁老三结婚的时候 她看中我 彩礼给了八千八百块钱 您求我 千万要把这钱留下来给弟弟 我硬了 带着一床被子 就到了老梁家 为这事 被他妈指着鼻子 骂好几言 老三是个好人 可他是个短命鬼 跟我老爹一样 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过以前我过的生活 外婆懦懦地还想说些什么 她提到了姐姐的名字 我妈声音立刻大耳起来 你别说了 我把小斌跟我信懂 她永远都是我的孩子 我不可能不要我的孩子 过记别人的孩子的 钱是照妖镜 这句话放到哪里都适用 尤其是这妖魔鬼怪 都盛行的农村 拆迁今年是透了一点风声 神仙们已经来个 显神通的几年没跨过 我家门一步的王大娘 再一次登门了 这次 她带着村里几户人家的成衣来的 那咸肉是往两家送的 说是年前刚烟的 那菜是李大大家 田里早晨 现摘的 上面还带着露水呢 还有一小盒糖果 是张沈从城里烧来的 咱们这都没见过 我妈四笑非笑地 看着王大娘 滔滔不绝地说道 那唾沫星子 感觉都能蹦到她脸上 我妈最后说了句 我结扎的了 去了人家也不能再生孩子 还有一个啊 我这泥巴房子是没正的 我带了俩孩子 到时候还得去 分他们的房子住 这样吧 王大姐 我也实话说了 我一个人带孩子 也确实挺辛苦的 你去问问 我这情况 谁家能接受 我就同意跟谁 王大娘最后是 慢慢咧咧走的 走到门口 还把带来的肉和菜 全拎走了 她张望了半天 也没找到那盒 早就进了 我和姐姐肚子里的她 她走后 还添油加醋地 在村里说了一番 这下全村都知道 我家这个房子 是没中的 拆迁之后 我们就要流离失所了 我奶奶特意抱着 我那四五岁了 还长在手里的弟弟 站到我们门前 药物扬威道 我就说 你养儿俩的塑把星 这下好了 马上拆迁了 你们连这一把房都住上啊 我看你们怎么办 我姐弟一边洗衣服 一边倒能怎么办 去下面找你 早死的儿子和丈夫 叫他们打工 挣钱养活我们呗 也让他们见识下 我们俩的塑把星的威力 我奶奶被她 噎得半天 输入出话来 等我妈回来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来告状 说我妈给孩子养得 无法无天 我妈轻刀淡写到 我没本事 孩子养得粗糙 叛逆期来得早 反正都是老梁家的种 你要是看不惯你 挑一个走 我跟姐姐都做出了 郁郁郁事 要跟她走的样子 她头都不回地回家了 那速度 我怀着她脚下才滑板 妈妈养活 我跟姐姐 真的不容易 农村人的恶事 恨人有笑人无 嫌人穷 又怕人富 我妈妈一开始 会租种同村人的地 原先只是一片荒地 那家人都不愿意种 我妈很便宜地租了下来 跟着书上交得养了好几年 收成终于好了点 妈妈开心地对我们说 明年我们就要大丰收了 结果对方 要收回地自己种了 从那一刻起 我妈就告诉我和姐姐 什么东西都得自己有才算有 别人的东西 终归是别人的 这大代后来也造就了 我和姐姐的一种消费观 就是能买的绝对不租 只有东西的归属权 是自己的 才是讲他实地的拥有 后来妈妈去裁缝店打工 她有一双巧手 又爱看书 看到杂志上一些模特 穿的衣服 她过几天就能倒腾 出差不离地来 那个老板娘很喜欢她 也连她家里有两个小孩 薪水开得格外高 我妈便没日没夜地 忙着做衣服 那堂屋的灯到深夜也通亮 这大概也是 我跟姐姐童年里 唯一的交响曲 我们的生活 就是在妈妈的一针一线里 被塑造和编织 夏天时夜晚大多闷热 我们只有堂屋里挂了的 大吊扇 还是前几年有人下乡扶贫 村长对我们争取来的 妈妈总是能坐得住的 裁缝机就是她的五指扇 她被压在那 痴痴起不牢身 我跟姐姐就坐在她旁边 我看十万的为什么 姐姐看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无论她为什么飞机能在天上飞 她说只要有决心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 无论她为什么奶奶总是那么生气 她说任何一个傻瓜 都会随时生气 但要能控制住自己脾气的人 才是真正的英雄 无论她为什么我早上总是起不来 她说人应该支配习惯 而绝不能让习惯支配人 每每这种时候 我妈总说她听不懂这些 她是喜欢看着图出画画的东西 但看到我们看书 她就很开心 妈妈没什么文化 她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为了给弟弟让步 不过我这辈子的上学经历 还是让我有所收获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教过一句名人名言 是高尔基说的 书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你看 我们之前的田 是不是种的是最好的 妈做的旗袍 是不是最实心的 说完这句 她亲了我跟姐姐一人一口 说到妈养孩子 是不是顶好的 我跟姐姐一口同声道 是 在我十二岁的那年 我们村真的拆迁了 巴土积在消息下来的第二天 就开到了村头 村长为了做表率 他家是第一个签字的 他交了钥匙的当天下午 巴土积就把他家 除了中外的所有地方都推了 留着正屋 是为了让拆迁办办公 我跟姐姐每天胆战心惊的 生炭礼天放学回来 家里就被依偎平地了 有一天回家的时候 我家里坐立一屋子的人 除了村长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姐姐扔下书包就哭了起来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看着他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眼泪也掉下来 村长在一旁说道 就这是那俩孩子 今年读五年级了 人道 咱也不是说要我政府 但现实问题确实存在 而且当时这块地建房子的时候 是打了申请的 董小文刚搬进来的时候 也申请了办证 我都提交上去了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去镇上也问了好多次 就是一直没下来呢 一个西装革履 看起来大概有四十多岁的男人 说到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但是具体卡在哪个环节 我还要回头核实好了 才能告诉你们 目前我们确实是没有看到房产证 但不会因为没有证 就不参与拆迁了 政策也是在这的 没有证案 没有证的拆 就是价格低一点 补贴上一点 但总归都是有说法的 他说完这句 分别拍了拍我和我姐姐的头 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块糖 递给我们小机灵馆 别哭了 我下午就回镇上 一定把你们这事情问明白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我人生中见过的 第一的大人物 镇上的拆迁办主任 我跟姐姐还吃到了 人生中的第一块巧克力 姐姐辛苦吃了一口 就硬塞给妈妈了 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一下午 拆迁的工作完成得很快 村里的房子拆了大半 我们却迟迟没有收到消息 村长总日对着我们的房子 安生叹气 因为如果按照没有中的拆 他对我们算了下 我们只能拿十万不到走人 镇上的房子要二十万一套 可如果有中的话 我们能分到一套三居室 还有十万的装修钱 我妈一天三趟地 往拆迁办的办公室跑 可一趟也没碰到那个主任 我奶奶家也签了字 他们早就在镇上租了房子 只等了拆完就走 她的日常就是抱着地笔 站到我家门口说风凉话 你知道咱们拆了多少吗 光房的政府就给卖门四套 还有现金呢 咱有花不完的钱 我们小金孙这下 真的要成宝贝金疙瘩了 当初叫你们妈的你二伯好 现在不也有大房子住了 还用得着这么苦哈哈地 住泥巴房 关键是你们马上连泥巴房 都没得住咯 瞧见没 村头的挖土机 不等三天就得挖到这咯 我跟你们说 这房子你们拿不到的 我妈这两天在赶活 老板知道他家里有事 就让他带回来做 听到这话 缝纫机的声音立马停下 冲到门口 就骂到少在这里说风男话 老娘拿到房子 也有本事养孩子 比你们一家短命鬼强 两门人你一言我一句地骂了起来 把钱来送消息的拆迁办主任 都看呆了 村长在一旁咳了半天 我妈才看他反应过来 怪不好意思地 跟主任小声道歉 主任式的性情忠忍 他摆了摆手 毫不在意地说道 当天我老娘也是这么养活我的 听你骂人还挺亲切的 听说你这几天一直在找我 我回去办事耽搁了 来 先给你介绍下 这位是孙律师 咱们镇上的法律援助律师 原来我们家的产证 一直没办下来 是因为里面有官司 我妈妈搬过来住没多久 我二伯跟我二伯母就主张 这房子虽然是我爸爸盖的 但地基在老房子里 所以他们也要当成遗产分割 事情是我二伯母去办理的 结果报完没多久 他收二字难产去世了 大家都忘记了这件事 但流程一直卡在那 杨种方案 跟他们协商 叫他们撤案 然后我们这边走 加急流程 几天就能出证 第二种 跟他们打一场官司 他们家老梁投死的时候 咱们冰冰是有遗产的 清清也可以大约继承的 两种方法得到的钱都差不多 我们都算过了 就看那边怎么配合了 我妈听到这气得要死了 没想到寡妇带了两孩子 住位泥巴房 都有人惦记 她一边咒骂我那早死的爹心狠 一边又骂早死的二伯母心扉 我奶奶刚在门口听了的时辰时 回家就把门关上了 等在把门打开时 他们全家一致决定 要跟我们打官司 我妈呸了一声 说打就打 那孙律师对我妈妈说一句 别着急 让我跟他们谈一谈 门又关上了 村长急得像肉锅上的蚂蚁 大骂老梁家不做人 我妈这回到淡定了 他们不做人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也就五分钟的光景 孙律师就出来了 她带着安抚的笑容 对我们说 他们同意撤诉了 等会你们一起去镇上 坐我们的车去 一天就能把所有手续办了 房产证的话 估计得有个两三天能拿到 我妈都惊到了 她虔诚地问到大律师 你咋说服他们的 我就说了 他们肯定败诉 败诉的话 他们要出诉讼费 大概七八千块钱 真是打蛇打七寸 一提到钱 就彻底没声了 拿到拆迁安置房搬进去的时候 我跟姐姐已经是初三了 我妈妈在搬到镇上的第二年 就跟气泡店的老板借了钱 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裁缝店 拿房子是抽签的 我们跟老梁家应该是有孽缘 大伯家和奶奶家的房子 都跟我们在一栋 我跟姐姐亲眼见证了 老梁家的宝贝金疙瘩 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混世大魔王 十来岁的年纪 她摔倒了 我奶奶还致力于打地板 说地板不是玩意 吃饭还要靠人喂 不喂就不吃 为此我奶奶七十多岁的人了 每天还去学校送饭 想要什么心满意 不答应就一定要在地上贫 我撞见她堵在电梯门口 都不是一回了 我妈妈每次跟我 灰声灰色地说这些 都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 而我和姐姐的主要任务 就是读书 初中的书真的比小学难太多了 十几门功课 每天光背书包 都要背到駝背 更不要说背书和写作业 姐姐做起来得心应手 我却一直有点吃力 妈妈说人跟人就是有区别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 你姐姐擅长读书 但你画画和手工都很好 我姐姐年级第一考上的高中 而我这个半瓶水 跌跌撞撞 就进了平行班 她每天都在信我旁骛地学习 我每天都在认认真真地画图 高二分班的时候 她稳稳当当去了重点班 我明明白白去搞了艺术 当老师提出 让我去学画画的建议时 我妈想都没想 就给我报了班 老师说肯定是对的呀 她能坑咱们吗 画室就开在我们小区门口 我第一天进去的时候 碰到了也来是客的 梁家宝贝金哥的梁宝 她正抱着我奶奶的腿说不行 我就要学画画 就要学 我奶奶看了那一节课 八十的标价 肉疼到你懂什么叫画画呀 我妈瞥了一眼 就对前台接待的老师说 我们先报三十节吧 后面有活动再续 梁宝一听这话 更不干了我也要 我也要 我也要三十节 我奶奶狠狠瞪了我一眼 又美好气得冲我妈说 她的鸭肚片子 都上高中了 哪来时间画画呀 你之前焦虑也是浪费 不如让我们梁宝来上吧 正好你们也不浪费了 你有病吧 我有钱爱让她上就上 想什么说上就什么说上 关你屁事啊 说完这句 她指着我奶奶 对前台老师说老师 麻烦你 我报的这个课 只能我闺女来上 别的人如果来冲我们的课 我是不承认的呀 那老师立刻接到 放心吧 郁亲妈妈 我们这里的课 都是绑定到学生个人的 别人来也上不了 不过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我还是碰到了梁宝 一米四的个子 一百四的体重 像个蹲子似的 坐在课堂里 我在隔壁班 每天都能听到 鸡飞骨跳的声音 三天后 她就被劝退了 老师全额退了费 苦苦婆心地 对我奶奶说实在不好意思 党宝同学这话话 我们是教不了啊 钱都退给你 教室弄脏的地方 还要麻烦你们给修复好 不然我们是要报警的 我走进那教室一看 好家伙 墙面桌面 全部被涂成了各种 斑斑薄薄的好不难看 我奶奶指着我冲老师 大喊道 这丫头骗子都能来念 我们宝贝凭什么不能来 这事到简直是乱了 难道她还能比我们梁宝出息 那老师早就受够了 大声道 老太太 新农国成立 生日没通知您 我现在告诉您 是有点满了 但还是要麻烦您清醒清醒 郁青是来这里 为考大学做准备的 您孙子还是先把初中 读好再说吧 哼 就你们这种素质 还能当老师呢 这画画我们不学也罢 小宝 我们走 梁宝可不愿意 她在画室门口 又哭又闹又打滚 一直不消停 最后还是我二伯下班回家 看到了 把她一脚一脚踢回家的 等我姐上往懒自习回来的时候 梁宝还在那单元门门口闹她 我姐进电梯时 书包上的袋子 不小心碰到了她 她大骂我姐是扫把星 我姐看了她一眼 冷笑到我大小还是星 总比你是有球好吧 她冲上来就要打我姐 带和我姐快一米七的个子 身上还有个几十斤的书包 一个书包抡上去 她就老实了 蝶发神经 我一脚踹上去 就你这体型 你得在小区滚三圈都找不到家 骂人是很爽的 我奶奶上门来跟姐姐 对骂也是精彩的 我妈和我加入混战 也是酣畅淋漓的 但我舅舅舅妈 就在此刻上门了 却还是有点尴尬的 我妈捋了捋她 那并不存在的刘海 但我舅舅有什么事 这些年来 我舅舅舅妈 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店的 有时候是外婆生病了 或者是家里缺粮借点钱了 总之 来了 就是薅点走的 这次舅妈 想得格外客气 她喊得我和姐姐拎了点水果 我姐姐接过来的那一瞬间 就大喊道 舅妈 你这水果哪里买的 这香蕉都快烂了 居然还敢卖给你 你告诉我 我去找她去 舅妈既干大 又无措地笑了笑 没说话 怎么说呢 说她是图便宜 特意买得快坏的吗 我姐姐是不管谁 干大不干大的 她把作业摊在客厅的餐桌上 就开始心无旁骛地写 她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无论做什么 都不会被外界影响 我舅舅开口到小鹅 有件事情 哥想跟你商量下 她这一脸没男的样子 我就知道 不是件好事 我妈自然也是知道的 她没接话 我舅舅只好自顾自地往下说 山的考上咱们这的高中嘛 学校也没住宿 走读又太远了 想问问 能不能在你这住 你放心 只是住在这 吃喝啥的 我把妈叫上来 让她照顾她 这算盘打得挺好 一下子得咱家弄俩祖宗坐镇 我妈有点不高兴 到我这就三个房间啊 妈和小山来了 怎么住呀 就妈立刻到我们都盘算好了 山的住一间 你跟妈住一间 姐妹俩住一间 这不就正能好好了 我姐头都没抬 别还在刷刷地做题 话就已经说出口了 哪里正好了 我打呼的 睡不了 哎呀 冰冰 打呼没事的 你把门关好 山子不会受影响的 我姐一脸莫名其妙地 抬起了头 你说什么呢 我说我会影响我妹 而且我还梦游 上次梦游夜里 还把轻轻打了一顿 轻轻起来 要去警察局告我 人警察说了 梦游杀人都不算犯法 我姐这一通 胡咧咧 听到我妈的嘴角又起来了 我就妈拍我姐一下 说到这孩子 只听她胡说八道呢 正巧这时 我那递的梁宝 看到我家门开着 冲进来用水枪 对着我姐姐 就是一阵喷射叫你打我 叫你打我 我姐嘟下笔上去 就是一脚 追着心窝子踹的 小胖子 真的顺在地上 滚了几圈没动弹 我姐回头 冲着我就妈笑了笑 不好意思就妈 用大劲了 以为在梦游呢 刚在说什么 我表弟要过来读书 什么时间来 到时候 我跟清清一起去接她 最后自然是没来 但话也说很不好听 说以后我们家 有什么事情 都不要向他们帮忙 尤其是我们俩姐妹 以后出门 可没有大舅子 小舅子帮衬了 我姐妹是 他们也失去了 有出息的姐姐 再后来 我跟姐姐一起参加高考 她成了镇上的女状元 而我也以考生的身份 考上了一本院校 我妈在家大摆流水席 周围大多数都是 同村或者邻村的 纷纷弄我奶的 老梁家怎么有 这么出息的关于人 从来没听她说过呢 我奶奶纷纷到光 会读死书 有什么用 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将来还不是要一事无成 有人见她嘴硬 算她你家梁宝 倒是嘴甜会喊人 但读书比这俩姐姐 是差十万八千里了吧 等到梁宝 参加高考的那一年 她也两百分都没考上 周围邻居又重提 我跟我姐当年的盛况 有人又到老梁家 女状元都出了 结果男丁是这么多埋意 是不是风水不好啊 啥呀 状元也不是梁家的 那是董小窝家的 要我说 是小窝家风水好 又会养人 书者无心 听者有意 我奶奶揪着这句话 一定要我妈跟她换房子 我妈本来不同意 可我姐劝她 奶奶那是大平方 她要是不要你补差价 你就跟她换 后来 还真就换了 梁宝被强迫着 又复读了一年 这回连提荡森都没考到 也就是说 梁家的宝贝金疙瘩 这下连书都没得读了 我奶奶又开始整天闹着 要把房子换回来 我妈被她搅得房木设烦死 我姐后商量了下 掏出了工作三年的积蓄 给她换了那房子 那房子就在镇中心 周围就是菜场和学校 一栋就是一套房 三层楼的小庭院 我妈几次路过 都说这房子好看好看 我姐当时已经在地产公司 做了最年轻的总监 而我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我们等来打算 等妈妈在我们室里买房子 让她脱离这里的人和时 妈妈却说住习惯了 后来听说我俩要买房子 她就开口道 那就能别数吧 其他的我都看不上 她拿话 估计赌我俩呢 我解个行动派 当天下午就把我的银行卡 洗劫一空 把房子买了下来 隔天带我妈去看的时候 她的嘴巴大的 能塞在一枚鸡蛋 我的天 真买了 她屋里屋外走了三圈 拍了无数照片 立刻连发三条朋友圈 每条都是九宫格 我闺女们 丢我买的房子 看着梅 这大院子 这三层楼 我的妈呀 这房子居然有三个厕所 我尿急了 都得考虑一下 去哪一个方便一点的 怎么样 闺女也不差吧 朋友圈的各位 你们的儿子 你们买房了吗 她很快乐地 在每一条朋友圈下面 都提到我家的个路亲戚 尤其是舅舅舅妈 叔叔婶婶们 一个都没落下 主打一个雨入均毡 后面的事情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啦 我奶奶在85岁的时候 患上了老年痴呆 大儿子和二儿子 整天都忙得上班 根等无暇顾及 我大姑不忍心 只好亲自照料 结果我大伯和二伯 连住院费都不肯掏 我大姑父 发现我大姑 把给儿子买房的钱 用来读奶奶看病了 一气之下 直接跟她离婚了 梁宝这些宝贝疙瘩 整日无所事事 高中毕业后 就在一家网吧 帮人家看妻子 结果有一次 跟人家发生了冲突 腿被人打断了 后来因为抢救不及时 落下了一点残疾 我外婆倒是比我奶奶的 近况好点 我妈妈偶尔会把她 接过来一起生活 不问一年最多接半年 剩下的半年 她就在儿子家蹉跎 我舅舅几年前就下岗网 在家整天受我舅妈气 两位人经常在家 打得不可开交 和本来也没什么 可我外婆爱拉偏嫁 直到有一次 她又拉偏嫁 我舅妈头上挨了两下后 怒不可若地推倒了我外婆 她就偏贪了 偏贪了 我妈也还是一样 一年照顾半年 剩下来的半年 她出点看护费 等到我姐跟她师兄结婚时 我妈亲手缝了最后一件 修盒送给她 亲亲友的 你也有 妈妈圆满完成任务了 很多年后 我偶然翻台书柜 看到姐姐夹在书里的摘抄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当她回首往事时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 在临死的时候 她就可以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金币 都已经先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守护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和妹妹 好 的